公政党后任主席安华到底会在哪里进行补选 这个问题来到今天终于获得解答了 那就是森美兰州的波德森 不过在这答案出炉以前 其实公政党两大派系就为此隔空呛声了 直到昨天阿兹敏派系的人马 还是对拉斐兹主导安华补选的事而感到不满的 今天公政党总秘书塞福丁在召开记者会的时候就有提到 他说其实昨天晚上公政党政治局已经召开会议 讨论安华补选事宜 因此这并不是一项密室决策的 而今天陪同塞福丁出现在记者会的有超过一名的国会议员 就一度引起猜测以为准备让路的议员在填贬书 今天上午11点开始 公政党总部就有大批的媒体在助手 小小的空间挤满了国内外的记者 等了大约两小时之后 公政党总秘书塞福丁终于出现了 巧妙的是 除了公政党副主席拉菲兹 塞福丁还带了佐哈利丹尼尔 还有陈一乔坐在台上 这些都是早前盛传会悬空议席的国会议员 而塞福丁在宣布谁将辞职让路的时候 还跟在场的媒体开了一个玩笑 不是旺沙马珠国会议员陈一乔 而是接过麦克风的丹尼尔 他是森美兰波的身国会议员 丹尼尔表示 其实在安华获释之后 他就主动献议悬空自己的议席 让安华上阵 经过党领导层的讨论 昨天他才从拉菲兹口中得知 安华已经接受献议 因此丹尼尔今天正式宣布辞职 丹尼尔解释 为了完成西蒙的承诺 让安华接替马哈迪成为第八任首相 他觉得自己有必要让出国席 好让权力可以和平交替 针对安华为什么最后选择波得深 塞福丁表示 这是党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 而且公正党在过去三届大选 都在该区胜出 绝对是安全区 但是公正党唯一的顾虑 就是补选的投票率 因为大选之后的三场补选 投票率屡创新低 让选民积极出来投票 是公正党目前的挑战 另外塞福丁也传达了安华的信息 哪怕胜出成为国会议员以后 安华也暂时不会出任官职 而是着重于国会改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